6月17号 电影《狂兽》在上海举办订档发布会 宣布影片将于9月15号在影院与观众见面 当天导演李子俊携主演张静 林家栋 吴岳 曾国祥到场 作为李导的电影处女作 力腰圈内一众有言有形的功夫男明星 光是当天曝光的片花就精彩到不行 情难硬汉其上场不仅全权动真 最为惊险刺激的水上部分 也都是真道真格的节奏 为了拍摄潜水戏份 一向怕水的张静也是豁出去了 我觉得是赶快 赶快 什么时候上去 我就不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拍的时候也确实觉得有很大的担心 然后在水上面拉着的牙 把直接撞到那个纯蒜蒜苗 疼都叫不出来 你会有提升的吗 李宗志的电影里就会有提升的 太厉害了 我叔叔知道是不用提升的 关键是你撞了疼的你也叫不出来 你在水下面怎么叫 你只能蹲在那个船舱的角落 只要过过就等下一个镜头 叔叔拍过这部电影过 我觉得自己损性也变好了 成为浪里白条了 活出去的还有张静的角色造型 虽说饰演的是与犯人斗智斗勇的警察角色 但是这一头金发怎么看起来有点古惑仔的味道呢 为了这一头金发张静也是不容易的呢 呃对因为其实当那个导演和监制给我描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是很难想象到一个警察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呃办案手法是非常极端的 当我看到这个黄头发这个花正衣的造型的时候 我就能联想到我怎么去演 所以这个造型是非常贴近这个人物的 不是说我每一部戏都要穿着西装扮帅 最重要的是要贴近人物 狂兽这个我的角色叫吸狗 呃吸狗这个造型我觉得是 就是无论是外表或者是它的本质能够融门一体 这是我挺满意的一个造型